给你们看看我的阳台围栏 我今天要亲自给你们示范一下 就一个围栏 还能出什么错 你们看这个铝合金围栏 用料也很扎实 颜色也很均匀 做工也很精致 安装也很牢固 堪称完美 但是厂家忘记了扣剪掉栏杆下面 地台的高度 栏杆装上去 才发现坐高了 当我往它前面一站 你们看它的高度 就正好到我鼻子 刚刚露出眼睛 当我平栏远眺 这个栏杆就在我眼皮底下 挡住了近处的视线 我就不得不吸气 抬头 踮起脚尖 一边看风景 一边进行体态练习 我能远眺多久 取决于我能练习多久 如果恰巧我对面的邻居 也在阳台上 因为我们的楼间距很窄 我们用正常聊天的声音 就能进行对话 当我们寒暄的时候 这个围栏 正好挡住我的嘴 如果我想让它看见 我八颗牙的友好笑容 那我就得一脚踏上这个台阶 抓住栏杆 哟 娇花呢 这个动作 对于一个中年妇女 又未免又失端庄 显得过于俏皮 那从上边看 我欠了点高度 要不换个思路 我从下边看 于是我弯下绳子 低下头 就成了这个姿势 好像也不太雅观 老腰还有点费力 要不就再蹲矮一点 但是 这个画面 从哪个角度看 都有点智障